作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當我眼睛慢慢睜開 是你的關懷 無言沉默之中 你必須要離開 沒有預兆的表白 來不及掏開 只想和你依偎 即使必須無情等待 一直堅信真愛的存在 不會更改 時間距離無法隔開 對你的愛 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我願等待 我依然等待 我從來不敢期許未來 多少無奈 在你我之間劍不斷 離不開 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我願等待 我從來不敢期許未來 多少無奈 在你我之間劍不斷 離不開 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我願等待 哇 還真是有錢人的生活啊 你放心好了 以後啊 你肯定有機會的 我嗎 對了二嫂 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 應該是來學習的 你帶我來這兒 不太好吧 那有什麼關係呢 反正都是自己公司嘛 其實 我特別希望你來公司上班 可是你大姐她 她堅決反對 什麼 我大姐反對 她這個人啊 就是看不到別人好 你是不是跟你大姐 相處得不太好 我們的關係 其實也不是不好啦 就是 我也常聽她說 都是她在養家 所以我想 她不讓你來公司上班 她不讓你來公司上班 你自己想要辦 一起去 你要公司 她媽媽 就是你 說我 你有關 你 是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姐她 其实 我觉得你大姐对你姐夫好像也不怎么样了 对 其实我大姐以前还有一个恋人呢 真的 那嘞恋人是 她叫黄崇明 黄崇明 做什么的 她以前也是在你们工厂上班的 不过我大姐嫁过来以后 她就离开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倒好了 我们就更应该促成你大姐了 这样一来也能完成你心愿 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可是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事在人为嘛 只要你从现在开始 在你姐夫面前好好地表现 帮我老公做好事 你放心好了 你一定能达成你的心愿 真的 哎 哎呀二嫂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这件事只有咱俩知道 不可以告诉别人 知道吗 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的 我哪也那么傻 哎 祝福你 谢谢二嫂 这个傻丫头 三言两语就把她给骗了 林敏君啊林敏君 你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堂位 会抢你老公吧 我啊 就等着看这出好戏了 张嫂请你拿到太太的房间 好 英杰手洗过了吗 当然洗过了 我还是洗过脸了呢 我现在是告诉你 我要做功课啦 乖 好 为了奖励你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什么 你等我一下 英杰送给你的 哇 这 这个遥控车 真的是送给我的 谢谢阿姨 不过英杰 你要做完功课才可以玩啊 还有 要在外头玩 外头空间比较大 千万不要在屋子里面玩 万一撞破了什么东西 那就不好了 嗯 我知道了 谢谢阿姨 记住了 阿姨去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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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玩 我真的好希望 这出好戏尽快上演 看看闹起来的结果 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 晨月晨月晨月你怎么了 晨月晨月晨月 晨月你怎么了 晨月晨月晨月你别笑妈 陈玉 你還愣著幹嘛 打電話叫救護車 陈玉你怎麼了 你別嚇他了 陈玉你醒醒了 陈玉你醒醒了 你怎麼了 陈玉 あ 嗯 嗯 请 您招待 您招待 医生要为特点抢救 请将会帮你扣吧 麻烦你请医生 一定要全力抢救她 好 您放心 这是我们的责任 你现在难过有什么用 陈玉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没有消息 好不容易这次怀孕 竟然发生这种事情 奶奶 我不是故意的 殷杰呀 不是奶奶要怪你 你怎么在楼梯口玩遥控车呢 害得你二婶踩着遥控车 从楼梯上摔下来 发生这种意外 等一下你二叔来 我看你怎么跟你二叔交代 二婶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原谅我 殷杰 你别担心 一切的责任都由我来承担 与你无关 我阿姨 这些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不听你的话 不然的话 就不会搞成这样了 是你不对 真是让奶奶生气 跟你说了多少次 叫你玩游戏车要小心要小心 你就是不听 好了吧 现在害得你二婶出事 你怎么办 怎么得了啊 真是 妈 你就别怪殷杰了 都是我不好 要不是我买遥控车给殷杰 也不会弄得陈玉这样 是我的错 你们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现在只求老天爷保佑 保佑陈玉 跟他肚子里的胎儿 平安无事就好了 好了 敏俊 我已经通知少康 他应该马上赶到医院 你就守到这儿 随时跟我联络 发生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得亲自去跟你爸爸说一声 敏俊 跟奶奶一起先走 我要留在这里 敏俊 你听奶奶的话 你留在这里也帮不上忙 还是先回去吧 走 先跟奶奶回去 对了 敏俊啊 你留在这里随时有状况 跟我保持联系啊 嗯 求老天爷 保佑陈玉他们母子俩 能够平安无事 求老天爷保佑 大嫂 学会她怎么样了 陈 陈玉 陈玉在里面拯救了 陈玉 陈玉在里面拯救了 拯救 怎么会变成这样 那原来是陈玉的家属 我 我是她的先生 您是她的先生 既然是这样 请您在这里签个字吧 签字 是啊 为什么要签字啊 是这样的 由于医生诊断之后 您的孩子还是没有被绑住 现在医生要准备给她做流产手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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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您家属签个字 签个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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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的 我们好不容易才有孩子呢 绝对不可以就像没了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请您先镇定一下 现在陈玉的情况非常的危急 您要是不敢进手术的话 别说是连孩子 就连母亲的生命都会有危险的 不说 好 麻烦您签字吧 赶紧签字吧 只怕时间会来不及了 快签字吧 赶紧时间呀 快签 好 好 等一下 包裹大人 好 我答应你 我们会尽力的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你放心 好 siz anche se 董事長 董經理來了 好 啊って 少華 少華 什麼事這麼急 找我 英傑 她 闖禍了 英傑闖禍了 是不是在学校和同学打架 有没有受伤啊 不不不是的不是的 这英杰呢 在家里玩那个遥控车 他害得陈玉 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有这种事啊 那陈玉他 我已经跟敏君 把陈玉送到医院 现在正在急救 那少康 少康知不知道 已经通知少康了 他已经赶去医院了 英杰这孩子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真是该打 现在不是责怪孩子的时候 我现在就是希望啊 陈玉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都平安无事啊 少康我们结婚那么久 一直希望能有个孩子 这万一 万一孩子保不住 那 那我怎么跟少康交代啊 少康 你也别着急了 大家都不想发生这种事情 目前最重要的是 只要陈玉平安就好了 至于孩子能不能保得住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好在他们两个还年轻 将来还可以再生 咱们还是赶快去医院吧 小玉 小玉 医生 我老婆情况怎么样 婴儿保不住 不过大人总算没问题 我刚才已经给他打了指通知 不过你们千万要注意 不要叫他受到任何刺激 因为情绪过于激动 会引起血崩 什么 血崩 你们尽量安慰他 千万不要叫他想起刘国产的事 免得他情绪过于激动 先生 病人需要休息 请您安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毫无命才有了孩子 可这一瞬间就没了 小子那么自然不小心了 小子 你这么这么不小心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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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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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我怎么会在这儿 我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小刚 我们的孩子怎么了 你告诉我 我们的孩子怎么了 小刚 你说呀 小玉 是不是平安无事 你说呀 小玉 你只要大人没事就好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的孩子到底怎么样了吗 你说呀 你说呀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你快告诉我 告诉我咱们的孩子平安无事 小刚 小刚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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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告诉我 咱们的孩子到底怎么样了吗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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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咱们的孩子 不可能没有的 我们结婚一代 一直就想要个孩子 终于有一天 我们有了 可是现在 现在为什么突然没了呢 不可能的伤害 绝对不可能的 一定是怒疮了 我的孩子 小月 我的孩子 医生 你一定找错了 医生 小月 孩子 不要让医生 我要我的孩子 小月 你今天好不好 来 林姐姐 你先说了 你不能太激动 要不然会隐去雪崩呢 好 小月 小月 我孩子没了 我们以后可以再生了 好 小哥 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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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不想没有孩子 我现在很爱找没有孩子 你不可以没有他吗 小哥 我不可以没有孩子吗 小哥 bus 你最后 有了 好 我爸 是他 是我英杰 是他嫉妒我还孩子 是他嫉妒我生儿子 所以他存心害我 是他存心害我没有儿子的 你知道吗 兄弟 陈玉 不是这样的 你误会了英杰 英杰怎么会妒忌你有孩子呢 是我的错 是我买遥控车给英杰 才会害你从楼上摔下来 是我不好 你们要怪 就怪我吧 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恶毒 你怎么那么坏啊你 你们就把我的孩子长大以后 跟英杰抢财产 你就把我生了孩子以后 你在王家的地位不保 所以你们俩串动起来 串动起来要害我 害我流产害死我 你怎么会这样的 你看 你们怎么这么坏啊 你们这么坏啊 串玉不是这样的 我也不想发生这种事情 发生 我心里面也不好受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真的希望 你能够平安无事 我希望你的胎儿 能够顺利生产 可是 陈遇 我知道 无论我怎么解释 我怎么道歉 都没有办法弥补我的过错 对不起 高娜 高娜 陈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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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贵的 来 请 刷卡 刷卡 妈 陈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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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 我的孩子没了 你知道 我跟小康一直以来 她想要个孩子 其实好不容易有 她就没有了 妈知道 妈知道啊 别难过 别难过 乖 我不愿意这样 陈遇啊 你别难过了 我提英杰 向你说声对不起 爸 你该向成立道歉能说 英杰是我的孩子 陈遇 真的很对不起 你们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你们觉得你们说了这些就能挽坏我的孩子吗 你们说的全家的废话 妈 我真的不想见到她 我一看到她我就难受就想到我的孩子没了 我就想到我的孩子 好好好 别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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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遇既然不想见到你 你还留在这干嘛 还不快走啊 少怀啊 你先陪敏君回去吧 你走啊 我真的不想见到你们 走啊 快走啊 走 我不要见到她了 我现在不能哭 我不要见到 我不要见到 好 好 好 我们不见她啊 快 我不要见到我快看她了 行了 别激动 别激动 乖 不哭了 陈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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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二神 爸爸看到我 一定会生气的 肯定会打我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呢 阿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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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打我 你别打我 你给我出来 谁让你抓 害得我们的小孩保住了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阿叔 我知道错了 你别打我 我知道错了 你小小年纪心眼就那么重 害得小孩从楼上摔下来 害得他留下来 害得我们的孩子保不住了 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非打死你不可 救命 你给我站住 给我站住 你先跑 阿叔 你干嘛 你给我走 我今天 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我 阿姨 阿姨 阿叔 你是不是疯了 印记只是个小孩子 你这样打下去 会出人命的 你给我走开 你给我走开 是我的错 全都是我的错 如果 不是我买那个遥控车 陈宇也不会摔下楼 你要打 打我吧 是我的错 你给我走开 我王晓科从来不打女人 你先都还进去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走开 要不然 我连你都打 你打 你不是说 你不是打女人的吗 你看 印记是个小孩子 我求你别打他呢 我不管 你给我走开 你给我走开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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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要不要紧啊 你别以为躲在他后面 我就不敢打你 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你打得还不够吗 我求你 别打印记了好吗 我告诉你 我恨你 我要你永远离开我们王家 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 二叔 我知道我错了 我求你了 你不要再打我和阿姨了 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不敢打你 我 阿姨 阿姨 你 怎么了 啊 这 怎么回事 刚刚二叔 要打死我 少康 今天换身是你 你会怎么做 少康 印记固然有错 可是你 爸 大哥是你儿子 我也是你儿子 我也是我的孩子没了 你真的是手心肉多 手比肉少吗 你就这么偏心吗 少康 出了这种事情 全家人都很难过 敏君英杰他们不但难过 心里面还很愧疚 可是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少康 现在陈宇身体不是已经好了一点 再说 你们还年轻 你们将来还 妈 小姨身体一直都不好 本来就很难受孕 如今孩子没了 一声都说了 他这样的情况很容易一举血崩哪 朕不知道以后 会有什么后遗症 我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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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甘心啊 敏君 少康 都是我的错 这件事情 跟殷杰无关 都是我爱陈宇流产的 少康 我求你 别再怪殷杰了 我 我 我会照你的话去做的 敏君 你 你答应伤口什么 为什么要照他的话去做 你的手 你的脸 怎么都是伤了 二叔刚才用球拍打我 阿姨为了保护我 可 二叔竟然连他都打 少康 你会免太过分了吧 爸 刚才 我是要打殷杰的 大嫂是为了保护他才 难道 难道我不该生气吗 你该生气 可你不该动手 爸 我真的没事 是敏敏君 你刚才答应过我的 你要离开王家的 你给我走 你给我走 我对不起你们 我会照你的话去做的 我不准你走 我不准你走 如果要走 那我也一起走 殷杰也要走 殷杰是我的孩子 敏杰是我的老婆 这个责任 应该由我来担 阿姨 你不要走 爸 哈哈哈哈哈哈 少康 你疯了是不是 阿姨 你坐天龙之轮 大哥有亲 有儿 而我呢 孩子没了 老婆躺在医院里 没有人安慰我 没有人同情我 没有啊 少康 爸爸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发生这种事情 大家都很难过 可是爸希望你能够冷静 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我无理取闹 原来 我在你们的心目中 真的比不上大哥 好 既然这样 我走好了 少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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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君 你们 也别再难受了 这件事情 咱们 也要好好再考虑考虑 看看 该怎么处理啊 爸 对不起 别说了 别说了 敏君 少康 我真的不知道 会发生这种事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是有意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是有意的 是殷杰的 爸 阿姨 不 少康 你别怪殷杰 东西是我买的 要怪就怪我吧 我 他只是个小孩子 他怎么会知道 我好像是个扫把心 才进来没多久 就闹出那么多的风波 我想 我还是离开比较好 敏君 在这个时候 你怎么能离开呢 没错 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对 可是现在陈玉 人还在医院里 你要留下来照顾他 你要帮忙照顾这个家 不要让爸妈烦恼 再说少康 你 现在遭受这么大的打击 段庆里他必定无心工作 而我也一定要认真地把公司的事处理好 所以 你不能走 你不能离开这个家的 可是 阿姨 你不要走 对 英杰离不开你 你这么舍身为他 如果你走了 少康在打英杰的话 而我和我爸妈都不在家 那谁来保护他 阿姨 你别走 你别离开我好不好 我好怕 我怕二叔不再来打我 虽然这件事是我不对 可是 可是二婶的孩子没有了 我也好难过的 我怕 我会做噩梦 我怕 我 我会睡不着觉 我怕 我什么都怕 阿姨 你不要走 你留下来陪陪我好不好 阿姨 我留下来陪你 我不走了 阿姨 阿姨 二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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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买了水果来了 你好多了吧 我很担心你啊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我怎么会看你笑话呢 二嫂 你对我这么好我都记着的 我是真心来看你的 你还知道我对你好呀 是不是已经知道我流产的事了 哦 我听说了 我也很为你难过 你不用替我难过 这都是你唐姐的杰作 我大姐 不是吧 我听他们说是姐夫她儿子 对 就是你大姐 是她买的遥控车的殷杰 是她让殷杰在楼梯口去玩 这样才害我山下路去 你知道目的是什么吗 目的就是想害我流产 想害我死 你知道吗 二嫂 不会是这样的吧 你知道唐妹 你当然不相信我说的话 你不要这样说二嫂 如果真的是我大姐不好 我一定跟二叔二婶说 让她们好好教训她 教训 你觉得教训有用吗 教训就能挽回我的孩子吗 你说呀 那你要我怎么做 你告诉我 我都为你做 就算是让我去对付我大姐 我也帮你 我让你接下来 的思路 那有什么感性 可能 我感到你 不愿意 但你会相信我 有什么感到 其实 漫步在我们长去的街头 想起过去种种你的温柔 一个熟悉的声音 出现在我的眼眸 想问你是否还记得我 我只想再拥有你的温柔 不想独自在街头 品尝寂寞 是否能再停留 在你左右 我不愿再次蹉跎 只为你等候 别说 你眼中已经告诉我 回忆回忆休 虽然离去我依然为你守候 我只想再次见你 我只想这身左 我只想走 我只能再次见你 我只想办发